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每个人都想要获得很多的财富 以便让自己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 可如果你得来的钱财是一些不义之财 你会安心吗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儿想要拿美人鱼换取不义之财 最后却被人鱼反杀的电影 卡拉是一位表演者 他经常穿着美人鱼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 可这一天他在后台换装的时候 却认识了一位老水手 老水手在知道卡拉是一条假的美人鱼后 很是不屑 虽然作为卡拉男友的队长 奥古斯表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人鱼的 但老水手却始终不相信 原来老水手的家中就养着一条真正的美人鱼 老水手解释 这条美人鱼看上去很美 但它是一种很凶残的动物 自己的老伴就是被它吃进了肚子里 奥古斯当时就提议 让老水手卖了人鱼换钱 他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 晚上 奥古斯还是对见到的人鱼念念不忘 贪图金钱的他就找到了一伙强盗 趁着月黑风高潜入了老水手的家中 他想偷走美人鱼卖个好价钱 可这一切都被老水手发现了 但他却也因为激动触发了心脏病挂掉 为了得到美人鱼 他们处理了老水手的尸体 并偷偷把美人鱼运到了船上 可回去的奥古斯对卡拉说 美人鱼是自己买下的 卡拉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他还是很相信自己的男友 于是他们就踏上了去往美国发展的道路 在途中 卡拉见到了这条人鱼 但人鱼似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功能 晚上 卡拉遇到了一个熟人 原来 卡拉以前在交易所坐过 而这个人 就是他曾经接待过的男人 他对这个男人的纠缠很是讨厌 就在他睡觉的时候 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 美人鱼逃了出来 并杀了那个男人 而此时 船长也发现了 他们偷偷带上来的人鱼 为了稀释宁人 奥古斯用金钱收买了船长 可再次见到人鱼的卡拉 却捡到了一个 从人鱼嘴里吐出来的戒指 没错 这个戒指 就是那个男人的 于是他就问奥古斯 是怎么回事 这次奥古斯也说了实话 他请求奥古斯放了人鱼 但奥古斯却不同意 卡拉在准备睡觉的时候 发现了老水手留下的人鱼日记 在日记中 卡拉了解了很多 但也有很多的水手所不知道的 晚上 卡拉偷偷放走了人鱼 但人鱼却当着他的面杀了守卫 看到这一切的奥古斯 就把卡拉关了起来 闲来无事的卡拉 再次拿出了日记 在日记中 卡拉知道了 和人鱼最适的女人会怀孕 他结合自己最近的身体情况 才知道 自己也已经怀孕了 于是他就打算问问人鱼情况 可此时正是月圆之夜 而人鱼都会在月圆之夜 变成少女 船员们看着这个金发美女 都按捺不住自己的赫尔蒙 就在他受到威胁时 船长出现还自杀了 原来 人鱼不仅有毒心术 还魅惑了船长 让他一早就改变了航线 这时的船也到达了人鱼岛 当船员们发现这一切时 已为时已晚 他们都被变成人鱼的怪物 扔进了海里 为了其他的人鱼 而活下来的 只有已经怀孕的卡拉 之后 卡拉也被人救了出去 而他也从来不提 见过人鱼的事情 最后他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只是这个女孩眼睛是红色的 看来下一个人鱼的故事 将在不久之后发生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传发哦